大家好,我是Lan哥 今天是2024年5月24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速遞的时间 香港是一个很奇幻的地方 如何奇幻呢? 业主买楼可以买到坐牢 或者要留案底 事源什么事呢? 就是去年卓康城首都拆主力墙的事件 屋乳署最近决定要告业主和承建商一批人 告了六项罪名 大家看看日后的发展 决定会如何判断 最近我发现很多时候的银主盘 第一转是卖不去的 要你减来减去才卖到 今天谁卖不去的银主盘 就是有一个鸿山半岛的银主盘 又是卖不去的 最近事件不好了 很多发展出现博大帽 下风出现博大帽 又卖了那些所谓智能工厦给你 就是叫你们进去住 大家要记住 工业契始终工业契 只要从事工业用途 不可以住人 稍后我们再看一个个案 就是业主在设立后 就在反价 反价不多 虧欠不是 即是收出价 就比反价之前更加低 好了 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订阅的 请帮手订阅 请赞到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看完这些广告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真是再别康城 为何要别离 因为这个康城业主 因为拆这个主力墙事件 可能就要坐牢了 所以就要再别康城去坐牢了 香港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 买楼买到一身矮 又要坐牢 就算你不用坐牢 都要留案底 我说回整件事的经过 去年日出康城 是否有一个拆了主力墙的事件 这个事件如何爆出来 因为这个单位装修好之后 那个设计公司 就找了一个YouTuber 去宣传这家屋 大哥 你一宣传 就全世界都知道了吧 因为很多网民 都曾经买过 或者在这个康城 尤其是首都住过 就知道职位是怎样的 一看职位 你一定是拆了主力墙 所以在讨论区 或者在网友 就纷纷出门 那些传媒看到 当然是跟进 尤其是香港01 拍了很多条片 跟进这个事件 事件是通天 通天 屋宇署进去调查 终于揭发了 有人拆了主力墙 那条YouTube 片 很快 那个YouTuber 就下架了 下架也没用 因为很多网民 召唤了 也有观众给我 当时我把整条片 就原原本本金放了出来 后来 不然 事情都过了这么久 因为也有版权的问题 所以我把这条片 掉下了 所以大家在我身上 应该暂时找不到 这条片 不过在其他网上的YouTuber 都可以找到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现在欧业署进去调查 现在欧业署表示 已经向这个单位的业主 有关工程的承见商 以及室内设计师 就提出合共六项的检控 这个官堂裁判处法院 已经发出传表 有关聆讯在明年的2月进行 署方表示 除了这个豁免审批工程之外 凡未经这局要事先批准 而没有根据这个小型工程 监管制度简法的程序 而进行的楼宇改动及加件 都是属于这个签建物 一经定序 可以罚款40万及监禁两年 以及可就罪行持续的每一天 另处罚每一天是2万元 如果工程尽量的方式相当 或者可能引致有人受伤 或财产损危危险 如建筑工程直接有关的人 即熟犯罪 一经定序 可处罚款就是100万 以及监禁三年 这件事在裁判处審 一定是判有罪 因为裁判官大多数都判有罪 因为判有罪是有分的 所以大多数都会判有罪 这件事 schwer件事 即是判了朱立尸尝尝尝尽 所以有罪 好 留案底 就一定是留案底 到底必须坐牢呢? 现在香港的刑罚伤重 我会有机会坐牢 是因为你不会坐着 不说正常坐几年 但判判你坐牢 只登犯几月 lock 这件事揭发之后 原来一个业务也是经理 当然是想借助这些录制 寻审 讓更多人查詢 而這間裝修公司 或設計公司 又是想藉著這間裝修 推銷自己 到了Youtuber 以為這些影片 增加了Youtube的流量 又是推銷自己 因為推銷自己 在香港 買樓買到要坐牢和留案底 這是香港的一個特色 又到公廈陷阱的時間 現在很多發展商 把智慧型公廈 告訴你 暗示 沒有明示 裡面可以住人 買超貴價 第一手購入後 第二手購入一定會虧 這次發展商是劉鋒 全新智慧公廈 叫做 Two Bedford Place Bedford 一定是必發度 在必發度 樓高28層 總共提供了70個新型的工作室 建築面積 介乎644呎 去到860呎 記住 這些工廈是賣建築面積 如果是住渣 我們當作實用面積 如果你真的當作住渣 用來住 你計算實用面積 其實這些 實用面積大約只有四成幾 五成 實用面積 除了二之後 其實就等於 實用面積三百多尺到四百多尺 即是藍米樓 但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 樓高3.5米 如果有一些特色樓 它可以達到4.5米 它的意思是 讓你多建一層 但如果3.5米 你多建一層 如果你比較高 你也要低身 你也要多建一層 你也要入職 你不是自己喜歡怎麼建 大家記住 日出康成的教訓 不要亂來 根據諾峰提供的資料 他就說 這一座東西 就是2020年 它們的一個美資 的私募基金 以1.92億 統一了必發度 一至七十五號的舊樓 全數業權 來發展而成的 大家不要以為 私募基金好什麼 其實你開一間美國公司 你又說跟你合作 這些就叫做私募基金 其實這些達人 經常用 在香港的一間公司 進去達人 就說這些叫做中外合作 或者中外合資 就有很多這些 有些直接說 外相獨資 這些奇兩 通常是一些 鼓鼓滑滑的用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 諾峰的招數 就進來我Patreon Patreon有兩條片 講他的手法 以及和Anthony Sir 合作的關係 暫時未有價錢 賣多少錢 但我告訴你 一定不會便宜 起碼建築 每一個建築尺 應該就賣一萬元以上 看看我猜得不合 早前被傳媒揭發為 潛建之島的 大潭熊山半島 最近這個銀柱盤 再劈加放售 剛剛這個年車位 以1380萬 重新推拍 這次推拍 比之前那次 減了1180萬 都減了多少 減了44.4% 據悉 這個物業 原本由老牌廠家 振興實業的董事 經理李振興的持有 大家有沒有發覺 現在的銀柱盤 你推拍第一次 應該是賣不到 拍來拍都賣不到 要拍多一次或兩次才能賣到 可能現在的業主 或者買家都聰明了 你不便宜 他們不買 今次的銀柱盤 那個單位 就是熊山半島 九座高層B室 上面積是956呎 在一個兩房間間隔 還有兩個車位 據知這個銀柱盤 曾經是以2480萬 放售 但是就沒有人民樽 今天第二次拍賣 就是多了800萬 去到1680萬 來推拍 都是沒有人要的 再多了300萬 今次就以1380萬 來推拍 而今次的推拍價 比起第一次的拍賣 就減了1180萬 或者是44.4% 再看資料顯示 這個單位 原本由本地老牌廠家 震聲實業的董事 李震聲持有 他在2005年 以955萬買入這個單位 其後在2020年 六次已經抵押了這個單位 借錢 最終輪為這個銀柱盤 李震聲近年 疑似陷入財群 除了這個物業之外 他在赤柱 富豪海灣的一棟海景洋房 在去年也被銀行接管了 這一個洋房 曾經19次抵押 最終輪環豬盤 最後以6600萬 沽出 之後市場的氣氛 整體是回軟了少少 但部分單位的樓價 升幅不似預期 沙田地保城 今個月 總共錄得有6宗成交 當中有一間兩房 今年初 已經抵押了 本來業主 減價 重售 後來 刺激辣後 再加回反價 到最後 終於買到 成交價 比起之前 抵押前便便宜了 51萬 這個單位 是蒂布成一座中層 Acer 上面是547呎 是兩房間價 這個單位 今年初 以721萬 沽出了 可惜 自由買家便撤訂 於是 業主 以720萬 便放售 期間 將售價 減至698萬 但是 切辣辣後 業主見到市場 又將它反價 回到780萬以上 最後 偷雞 不到市 只以670萬 沽出 鋁減79% 之外 尺價 12000多 這個業主 在2004年 2月以240萬 賣入這個單位 今天持貨20年 帳面賺了430萬 或者1.8倍 連同上手買家 特定的金馬 估計可以獲利 是20多萬 很多業主都說 我經常不報賺錢個案 這個便是賺錢個案 今天星期五 亦有中原城線領先指數 出來的CCL 最新報144點 按週跌了1.43% 創了九州的新低 代理經常說 升升升 見底會升 見底 見底就創新低 在5月2日 美國連續 六次 會議維持力對不變 以及元朗 對Yorkhub二期 首章 公佈當週的情況 CCL已經連接了4週 總共跌了差不多2% 今週的跌幅繼續擴大 向下逼近 早前143.02的低點 我們可以看到 設立效應逐漸消失 設立效應 10週的CCL 五升五跌 僅是升了0.69% 本週八大指數齊跌 為今年首次出現 證明了樓市有下調跡象 你們自己都說 下調跡象 為何消影清了 已經是見底 樓價反覆增持局面 可能會結束 因為新本持續低價 速消場合 二手消息的秀 未變 而此指數 未能反映到銀行收緊 這個按揭的影響 相信CCL將進一步 跌穿143的水平 預期六月底 會下市140點 預料上半年的樓價 應該會跌5% 明天開首 上網查看 有沒有收到多少票的消息 誰知找不到 在討論區 看到有人發帖 市財傳聞 直至昨日為止 入票不足100票 破準日出看成 期期都是超額燈購記錄 現在的賣家 已經是回歸理性 而地震經濟 氣都懶得 因為大家都猜 這個配賣非常差 如果真的像某民修 100個都不夠 我相信也挺誇張 因為這些票是發稅的 好了 醜婦都要見家翁 明天我們看看 這個 會不會收起 還是繼續買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以及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